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我們會回來玩這個Map Filter 今次這條影片我會計算上一條 開啟了這個CastlerC之後 再開啟了一張卡 在目標這條影片 就是這條影片會完成這個Hulad Icon Throwback 上次就欠兩個Fato 現在就剩下一個Fato任務 就是玩八個Fato Matches 就是用至少六張Siri-R的卡 你看到下面的Fato任務已經完成了 就是用一張AC米蘭的卡 贏八個Duo 其實你會看到 今次的Fato 雖然是銀色階段 但是已經拿到Rafael Leal 就是AC米蘭和中間Krunich 現在正在升級Long Rare的階段 現在正在升級Long Rare的階段 我打算升級Long Rare的階段 就嘗試完成這個Sergio Aguero 可能是選一些阿根廷的Long Rare的卡 又或者Primer League萬成的卡 那現在其實我已經夠 是去升級Long Rare的一張卡 還要是可以自己選 那我現在這裡就嘗試了 看看會不會選一些阿根廷 是Primer League的 有這個McAlister 那也是不錯的 那我看看有沒有萬成的 那我就選一張阿根廷 那這一張也不會影響我完成的Cholitz 因為Cholitz的只需要六張Seria的卡 現在馬上來又玩兩場 好,守燈至守燈 攻擊的話就... رugani 我儘量都不用1場 Alister那張卡 因為他只有3個Chemistry,所以Rating會減4 然後Defense,我還用2R 在這裡是Non-Rare,當然Rating也比較高 Defense,76 對 再一次Defense 用Cronage 我今次用Defense,Danilo 我希望Defense 可以完成Sergio Aguero Sergio Aguero Sergio Aguero 真的比較難 但他又要2個阿根廷 然後又要有一個慢性 希望前鋒可以自己選擇 然後直接選Sergio Aguero 就可以了 我選Defense 我選Defense 好,那這裡都可以贏 那就應該只差一場 我選Defense 又是Therium Race A-Tek 這個應該Castier A-C Castier 對,Castier 那就是中間 這個 Mario 玩足球的遊戲 其實都可以說一下一些現實足球的情況 其實剛剛就發生了一些比較大的事件 就是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那個歐超聯 那 我也很慶幸 48個小時之後 就是那些英超的球隊 是陸陸續續地去退出 那當然這個歐超聯的影響是 就是非常之大 如果當那些英超球隊 是真的 再加上三個西甲 三個衣甲 三個衣甲 如果接下來八月是真的可以開始到呢 真的 會Destroy了Football 那 我看很多不同的影片 都看到 幾日前 車仔的Fans 在Stanford Bridge 又有示威 等等 然後 好像是熱切 曼聯 也有 所以都很 很感謝那群粉絲 這麼出力 是真的去到球場去 去示威 他真的出一口聲 那就欠了一個DUO 那應該 對了 完了這個歐超聯之後 就還有另一個 的 歐...歐聯 就是2024年歐聯 又有一個新的制度 那個其實我也不怕 因為 其實那個Format 如果你們 可以看回 可以在網上搜尋一下 他就是把 32隊 改了36隊 那 再加上 好像每一隊 要對10場 的比賽 也是一個聯賽的方式 所以 我都 其實不太喜歡 好像是把 歐聯 改了這個 的 就是 Super League的 形式 那 不知道 這個 發展成怎樣 這個可以之後再討論 那 現在就 Focus 回到這張 Hulitz的卡 那 就是 荷蘭 一個很出名的 Legend 那個PES 都是 用它做 CAM 它在PES 都蠻好用的 不是一個加5 Rating 那 這個 Sergeo Glero 希望在這個Season 完成了 現在 這個Mathfields 我都已經去到98% 的Collection 但是我都還未去 拿到99 Rating Icon Moments Pally 對了 應該都快出 Team of the Season 那些卡 所以 那時候 應該可以再 解鎖很多 GOLD Rating 的新卡 那 對了 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 還有訂閱 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對 歐超聯 或者最近 足球發生的 事件的一些看法 幾天之後 我都會再 上載 Sergeo Glero 這個 叫做什麼 Future Icon 的卡 還有 Crashero 也會有些挑戰 記得留意 下次再見 拜拜